- 今天继续来搞一个这个合金车的开盒 那实际上也不是开盒的 因为我是前三四天把收到连着收到三个这个合金车 但是因为我要上连班没有时间拍这个视频 我总得先打开看一下 好给这个商家好评对吧 这个想要检查一下就没有问题 所以说是已经是开过的 新澳的然后这个福特JT405已经开过了 新澳的包装也没什么好看的 直接打开 我就打开检查一下漆面 把它扔掉 扔掉 漆面应该是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涂装是比较新的一个涂装 因为最老的这个涂装赛车条纹 就是前面没有这块橙色 赛车条纹直接通过来的 然后这个新一点的虽然也叫40 但是实际上这个车高已经是超过40英寸了 一个后夹的一个超大的尾翼 然后但是这个就是后边的这个透明道 看到吗 这是透明的 这里面是空心的 这个做的还是挺 就是他用合金把这块都做出来了 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你看一下这个涂装 还是可以吧 新澳的涂装反正就能说是凑合 福特的这个标对象消 这个对吧就是一个不太怎么说呢 这个标还是有点问题的比例可能算太对 然后轮毂 我记着好像这个GT40新一点 轮毂应该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这个轮毂应该可能做错了 其他的地方倒是没什么可说 有合金然后下下巴是这个塑料的 然后这里边是塑料的银色的部分是塑料的 但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后边这个通风管 这这这这应该叫什么 这个赛车这块我不是很那什么 不是很熟 然后这个你像这个给这个后轮后刹这个 这个进这个叫什么 那个降温空气的这个这个地方是塑料的 然后这个银色的地方是塑料的 后尾翼是塑料的 其他的就是所有你蓝色和橙色的地方 这都是金属的 然后对了这里 后引擎盖 引擎倒是没有问题 只不过刻画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因为这个车前面是死的 所以说前面没有这个行李仓 然后车是带回力的 这个不用说 把电池拔掉 灯光 后边灯光 这个都没有问题 然后开门 最早的DT40 真弄40版本 这个门是横着开的 他现在这个改成剪刀门了 然后为了防止它一直叫 这个还塑料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手电 能看清楚 翻完是一个圆的 然后下面有一个缺口 然后中间没有档杆 这很显然是一个现代的自动车 座椅是赛车的统型座椅 但是非常的那种 因为本身40这个车不是很高吗 所以他座椅是向后靠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在里面几乎是躺着的 这种状态 这个高画还是挺真实的 然后中控台 一标板都是平平板 没什么好说的 车门上的这个简单刻画有 但是非常粗 手套箱 座椅 他没有做一个分色 这个稍微差点事 然后很重要的一步 上池子 两样的长度 长度的话 车头吧 这个我们量到这个就是车尾这个位置吧 到车尾这个位置的话 15厘米长 如果一定要加上尾翼的话 实际上这个数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尾翼是后改装的 到这15厘米长 然后宽度 宽度 宽度 6.3 高度 高度 这边 高度 高度大概是3.5 好 有会我把这个尺寸打在这里 让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闪了一下 这个相机自动退出了 反正要说的也说完了 那就这样结束吧 再见